你不要过来啊 上期思域计划 我们给FK7先辈思域 安装了A-SPAC全段排气 呼吸顺畅了 音色更棒了 偶尔放炮了 圈速也快了一丢丢 欢迎收看这期的CV计划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来聊电脑了 那为了能够让这一次的内容 更加的严谨 我们这次的脚本策划 也是得到了来自于 中国非常著名的赛车电子系统的专家 王家伟先生 以及本田改装的专家 阿庄老师的支持 本田最快 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向两位表示感谢 那么ECU早期呢 就是Engine Control Unit 就是引擎控制单元的意思 因为电子的控制技术呢 最初就应用于了 发动机这个车辆的核心部件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车辆系统 是开始使用了这种 电子的控制程序 因此现在所说的ECU 逐渐更广义的代表了 Electronic Control Unit 就是电子控制单元 它是各类电子管理系统的统称 包括了比如说EMS 就是原来的发动机管理系统 比如说TCU 变速箱控制程序 ESP 电子稳定系统 BMS 电池管理系统 等等等等 可以说每一台现代车辆 都少不了ECU的身影 为了限制篇幅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只讨论 ECU中关于引擎管理的部分 那么以下ECU主指的就是EMS发动机的管理系统了 那么首先 ECU是怎么管理引擎的 那么引擎呢 也叫内燃机 它是一个通过燃烧燃料 将热能或者化学能转换成动能的这样的一个机器 那么一台好的引擎 不管是追求动力 还是追求节油 让输入的燃料可以精确的燃烧 就是关键 为了让燃烧更加理想精确 那么ECU呢 必须实时的去管理引擎的各种参数 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 首先呢 就是空燃比 我们拿汽油机来举例啊 那么汽油在氧气中燃烧的理想比例是1比14.7 就是一份汽油需要正正好好14.7份的氧气 来完成完全的燃烧 那么如果燃油少 氧气多 那么空燃比就偏锡 那么发动机就会很容易爆震 那么轻则影响寿命 重则让发动机直接损坏 如果燃油多 空气少 就是空燃比偏浓 那么显然就会更加的耗油 同时呢 也会容易造成发动机积碳啊 高排放的问题 那么在网上啊 我看到有外网的这些测试研究啊 声称大约12.5比1的空燃比 就是轻度负油的情况下 更容易释放出最大的马力 而16比1的稀薄燃烧呢 是最节油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当然以上的数值 会根据引擎硬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而且不论是偏浓还是偏锡 相差太大时都会导致动力的下降 而ECU的功能呢 在这里就是去精确的控制燃油和空气的比例 让它达到理想的工作目标 接下来呢 就有点火提前脚 那它指的是火花塞的点火 在气缸压缩到上值点前多少进行执行 那么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呢 点火提前脚越大 动力的输出就越大 但同时呢 也会更加容易发生爆震 尤其对于涡轮增压的引擎啊 在有增压的情况下 是更容易发生爆震的 那么如何应对爆震呢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汽油的新丸值了 也就是我们加油时常说的 92号 95号 98号油了 那么标号越高的汽油 它的新丸值就越高 越不容易发生爆震 所以一般赛车或者高阶的改装车 都要使用高标号的汽油 那么高新丸值的汽油呢 允许发动机使用更高的点火提前脚 以及更大的增压值 这样一来呢 就可以安全地得到更多的马力 一般的民用车ECU呢 会有一套非常精细的防爆震策略 它在侦测到一定程度的爆震后呢 就会自动地去退这个点火提前脚 来降低动力 并且有这种学习的机制 在此后逐渐地把这个点火提前脚给加回来 所以一般来说呢 短时间内使用低标号一些的汽油 问题不大 不过引擎要先检测的爆震才会退点火 所以多少对引擎还是会有一些损伤的 那么ECU还可以控制呢 就有涡轮的压力值了 那么调整涡轮压力 可以很粗犷地理解为 调整引擎的进气量 那么前面有提到空燃笔这个概念啊 只要引擎能够吸入更多的空气 它就可以燃烧更多的油料 去释放出更多的能量 也就是动力了 ECU呢 主要是通过控制涡轮吸压阀的开闭尺度 来管理涡轮压力 所以呢 从涡轮车改装的角度来说 如果你想要得到更多一点的动力 简单的做法 就是让吸压阀少卸压一点 让涡轮的转速提高 那么近期压力大了 自然动力也就提升了 那么当然这个前提是让涡轮不超转啊 不然容易造成这个涡轮的损伤 那么这点在民用车上其实挺难把握的 因为民用车并不会去安装昂贵且易损的这种涡轮转速传染器 所以完全是靠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来做的 那么所以下次啊 如果有人帮你特调的时候 你就真的是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人的能力和经验了 那涡轮压力呢 也从之前的1.7个磅 现在提升到2.2个磅 而另外一边 自然吸气的车型呢 在硬件不变的情况下 动力的提升空间相对涡轮会小很多啊 差不多10%就已经是这种上限了 那它主要是通过调整点火提前角来达成的 好 那么有了这么些管理的项目 那么ECU怎么知道应该如何管理呢 这个时候啊 就关乎电脑工程师在ECU中写入的这个程序了 比如说当驾驶者发出了一个驾驶的指令 比如说我们啪 油门到底了 那这个时候ECU会收到来自于油门踏板动力全开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然后呢 ECU就会开始检索啊 这个程序中对应这个信号的表格 我们管这些叫做标定值 那么以此呢 来得到这个时候 发动机应该喷出多少油 什么时候点火 节气门开度多大 等等等等 再然后呢 ECU就会把这些指令发送给对应的零部件了 来执行程序中对应的动作 而刷解电脑呢 就是改变程序中对应的这些标定值 比如说在工况相同 同样全门的这种状态下 ECU给出的指令就是比原厂程序喷出更多的汽油 那这样就会开始影响动力了 好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要调程序 而这些汽车厂商不在出厂前就把程序调好呢 通常来讲 汽车厂家会把这种原厂的ECU程序设定的相对来说更保守一些 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就这种耐用性 让硬件远离极限 可以让引擎更持久的运转 减少这种故障率 增加耐用程度 第二点就有这种环保的要求了 那么随着排放的法规越来越严苛 工程师需要调整ECU的程序 让引擎可以以更加环保的方式进行工作 第三点就有节油 那么在动力和油耗上找到一个平衡 甚至是更倾向于节油 那么这会对绝大多数的这种家用车用户来讲更有价值 第四点还有一些比如说政策的原因 那么在1988年为了减少道路交通的这样的一个伤亡 日本政府是和车企共同设下了一个君子协议 约定车辆的最大马力不得超过280匹 以及180公里每小时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上限 那么车企就把一些原本动力可以远超过280匹的引擎 来用程序进行一些动力的限制 比如说大名鼎鼎的二沟ZRB26等等 那么这个约定是直到2004年才解除 第五点就是车型的规划了 那么车企还有可能会去限制部分低配车型的这样的一个引擎的输出 或者急速 来让全功率的版本或者高急速的版本卖出更高的价格 或者是去推销一些这种性能的选装包 那么也抑或者让品牌中其他一些重点车型 保持性能上的领先优势 可以说车企在做车辆标定时考虑的因素是非常全面庞杂的 可以更好的满足更广泛的用户的需求 甚至是自身的利益 但是对于纯性能取向的用户来讲 这其中就会存在不少的妥协了 那么对爱车刷解电脑调整空燃笔 点火天角涡轮压力等等策略 通常是为了达到以下的目的 第一就是提高动力了 这个前面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介绍 第二点就是节约燃油 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理解 但实际上从标定的角度来讲 在同样的这种燃油流量下 能够获取更多的动力和节油是完全一码式 因为它们都是去提高引擎的热效率 而从这种驾驶的角度来讲 同样的油门输入下 如果你的动力比原来强了 那么当有同样的动力需求的情况下 那么驾驶员会倾向于踩更小的油门 这样一来也就省油了 还有一个大家经常忽略的第三点 就是去优化发力的特性 那么马力最大的程序 不见得就是最好的程序 那么有的程序调完之后 可以在马力机上跑出很惊人的数字 但日常或者说下赛道的时候又很难开 处理神经兮兮的难以人车合一 那么让引擎的发力更加的线性 响应更快 开起来更顺手更舒服 也是非常重要的考核程序的一个指标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程序 比如说我们下期会用到的 这样的一个GT5的刷写程序 那么它还可以为车辆增加这些 自动退挡补油 弹射起步 提高转速限制 等等一些喜闻乐见的功能 以上这些优化听起来都很美 但可以几乎肯定的是 改变程序对于引擎的耐久度和环保性能 都会有一些影响 只是程度的一个问题 毕竟汽车厂商的这些开发工程师们可不是吃素的 他们在开发的过程中已经在安全的范围内 尽可能的挖掘引擎的潜力了 OK那么我现在选择接受负面的风险 想要去刷写电脑来进一步推进我的引擎了 那么这时候玩家们也发现 原来电脑的改装其实还是有很多选择了 今天我们基本上都带到了 首先就有外挂电脑也叫Piggy Bag 比如说我们现在少要拿的这套来Body Club的这样的一个 Sports Chip这样的一个设备 那么现在新车的电脑运算能力可以说是非常强 也非常的复杂 同时一些厂家在出厂的时候也会对电脑进行一些加密的工作 来保护原厂程序不被篡改 所以很多的改装工程师或者用户会选择在一套小型的 这种外挂电脑上写入想要的喷油点火程序等等 并且把它安装在原厂主电脑的线路中 通过绕开原车电脑并且截获相关的那些数据 在外挂电脑上进行运算之后 再发回车上需要控制的这些引擎的部件 以此来达到修改程序的一个目的 那么通常外挂电脑就是一个预设的这种罐头程序 只有少量是可以进行特调和修改的 那么外挂电脑最大的优势就是省势方便 不破坏原车的线数买回来自己插上去就可以了 几分钟就能搞定 甚至还不用去改装电 而当你需要还原的时候就反向拆下即可 非常的容易 这期节目我们要测试的就是 OK来自于Body Club这个Sportchip 它的售价大概是三千块钱 之前我有看到网上的测试 说只改全段排气的时代思域 在装完这个Sportchip这个外挂电脑之后 马力提升是可以达到43匹 扭矩提升62牛米之多 不过我们的思域即便是改弯排气 还是带有三线催烧器的 由于武汉没有这个马力机 所以我们无法得知改装后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数值 所以我们会在赛道上测试之后 再来和大家进一步的分享感受 另外一个大的板块就是程序的刷写了 或者正儿八经的刷程序了 就是通过例如像手上这种GT5的 这样的一个设备来进行达成的 那么这里又涉及到一些常见的名词 比如说贯动程序、特条、一阶、二阶等等 首先罐头程序 那么它指的是一个现成的 为某个特定的车型预制好的一套程序或者标定 它不需要现场的调试 直接刷入到原车的ECU里 就可以得到其官称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的表现 那么这个从结构上来看 是说外挂电脑很像的 只是说一个是由外挂的电脑进行完成 另外一个是完全用原车的电脑来进行实现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罐头程序的特点 就是一套程序只可能为一套特定的硬件配置 比如说你引擎上搭配着这个进气排气等等 来进行最优的一个调整 只有当你的发动机的硬件和这套程序标定时 所使用的硬件配置完全相同 才可以获得到最好的一个表现 另一种就是特调了 那么通常的意思是由一个ECU的标定工程师 在台架或者马力机上来去调试你的这台发动机 并且根据你车上这些硬件来提供一套 独一无二的专属程序 那么这个就可以解决之前罐头程序上 很难和你爱车完全匹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那么通常的特调程序会更有针对性 目标就是去完全压榨出你的这一套车上所有配具的这样的一个性能 还有的就是所谓的一阶二阶了 同样也是比较街头的一种描述方式 大概的意思通常是指一阶 大概就是发动机完全原厂 不做任何硬件上的改动 直接刷ECU就可以得到的动力升级 而所谓的二阶通常是指某些特定的硬件改动之后 才可以得到的性能表现 我们这才拿到了一个来自于GT5的刷写电脑的 这样的一个设备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更换Spoon渦轮以及中冷气候进行一个针对性的程序调整 届时会要阿庄老师来完成一个二阶的特调 最后最贵也是最厉害的一种形式 就是赛用的全替换式电脑了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盒子了 它会完全取代原车的电脑 并且绝大多数时候会和全车的电脑线束一起进行替换 那么这种形式对于改装的技术要求会非常的高 同时也会花费大量的时间 精力 经验和经费等等 通常只会在很重改的这样的一些车型 包括专业的赛车上才会进行使用 那么一套专业的全替换赛车电脑带上线束 大概的价格从几万到数十万不等 当年马瑞利为学体龙WTCC的 爱丽舍开发的ECU光硬件的基础价格就要六倍数了 这还没有网上说其他更高阶的赛车电脑了 而在我们CTCC超级杯比赛中用的马瑞利的SRG340的电脑 当时仅硬件的价格也要差不多四万四千块人民币 这还只能算是赛车中比较中低端的ECU 我们这次借来的本田思域2016年CTC的厂车上拆下来的Costworth的电脑 基本上也是这个级别售价也是差不多的一个状态 如果只是考虑个人改车 大牌的ECU厂家也有对应的一些设备和通用的软件 通常一般对应四缸涡轮机的电脑差不多在两万到五万左右 那么专业的线束可能还需要花费一到三万元 那些高阶的插头就比如说类似于像电脑上这种 你可以看到它针脚包括这些接口做得非常的精密 这些插头一个就要差不多一千块钱 那么这些也只是硬件 你还需要算上工程式的开发以及调试的这样的一个费用 那么全T换式电脑它凭什么这么贵有什么优势呢 首先就是稳定可靠 它的防护能力会远高于民用车 第二点就是功能特别多 比如说去搭载蓄力室的变速箱 它要能够不松油门不踩离合器就完成换挡 它需要感知车手的一些换挡动作 并且在换挡发生时自动的进行切点火 退点火 减油 恢复点火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控制 再比如说去控制一些设计非常精密复杂的涡轮 或者antilag等等一些系统 还有就包括全面定制的这种程序的一个策略 尤其是在比如说要考虑到赛事组委会的一些BOP的 这些规则的时候 那么这些全面定制是非常关键的 还有就是数据的记录以及它运算的能力等等 它的这个数据采集的频率会非常惊人的高 那这都是原厂ECU基本上不可能达到的这样的一些功能 最后在演播室结束前 还要再次强调街车改程序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那么如果程序调的不仔细 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更容易爆震 导致发动机的寿命急剧下降 甚至分分钟爆缸 如果你调的偏保守 也可能会导致引擎出现积碳 或者说发动机故障灯等等 对自动挡的车型来讲 即便你的发动机调的很仔细 如果和变速箱的这个匹配做的不好的话 也可能会导致驾驶平顺性的一个大幅的下降 而且很多时候产生的一些问题 不是马上能够看得见的 比如说对于发动机产生的一些额外的损耗 可能要一年之后才知道 所以我的工作室朋友会建议 程序一定要选择有保障的 有经验的大品牌 或者先看其他人调完这个电脑之后的一个改装效果 观察一年之后再自己去做 今天来说被压取更多马力的引擎 零部件经受着更高的工作强度 你肯定不能指望着它像原厂引擎一样可靠耐用 但可靠是一个相对量 那么在直线加速赛里 极限的这种赛车跑个十回格不爆缸 就已经算可靠了 而普通的爱好者希望自己可能 爱车改完之后 还可以去健健康康的跑个十万公里 所以有得有失 选择程序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好自己想要的尺度 好 那么杨阳萨聊了这么多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 这一期节目我们要测试的一个 外挂电脑装上车 来看一看它在赛道上的表现如何 对外挂电脑的安装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对照说明书 插把几个公募接口即可 想装错都难 安装完毕 记得规整 用扎带固定好线束和外挂电脑 远离与高热物体的接触 预防自然 人人有责 那么安装完毕 我们开始测试 好 这次改了bodycup的一个外挂电脑 哇 首先感觉车轻盈了很多 就出力感觉明显是 哇 要更容易一些 我才只开了差不多20%的油门 好 我们先暖暖胎 我先来找找这台车的感觉 OK 车快了 明显快了 这个bodycup做的电脑的 mapping还是不错的 还挺顺的 因为我真的有试一个朋友的EM 他的车也是调了电脑 但调完了之后 你会感觉没有动力 砰的突然就起来 而且在后面的扭矩平台 会有一些动力上的波动 你这体感都可以感觉得出来的 所以就不是很顺 那么这个 sport chip 调出来的感觉 目前来说还是不错的 安装bodycup外挂电脑后 首先 机械方面的运转工作 一切正常 引擎的出力线性度 与原厂没有太大变化 各项成绩方面均有提升 但在体感上 并没有像预想中一样 登上一个大的台阶 全速成绩 1分55秒72 相比上一轮排气提升约0.6秒 0到100加速成绩为7.76秒 相比排气提升了0.35秒 2档20到85公里每小时 5.49秒 2档50到85公里每小时 2.49秒 与排气改动后的时间 分别提升了0.89和0.46秒 测试过程中 从仪表数据可以看到 在同样天气 档位 油门开度和转速下 BodyClub外挂电脑 提升了19.4克 每秒的进气量 这通常是由增加涡轮压力值达成的 但我们从OBD读取的实时数据中 并没有看到涡轮压力的实质变化 仍在0.48个巴上下 说明外博电脑 有可能伪造了压力数值 来欺骗原车电脑 以获得额外增压值 此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 点火提前角体现了两度 也属于试图优化 引擎动力的手段 而空耳比方面 则保持几乎不变 整体看下来 BodyClub SportsChip 属于保守的轻度程序升级 在目前的硬件组合与测试环境中 它可以提供效果明确的动力提升 只单从体感判断 与其他店家在全段直动下 做到了43匹 62牛米的动力提升 还有着一定差距 然后还有一点要看到的就是 我们现在其实 这第二季才拍了两三期节目 已经可以看到 这个轮胎的边缘又开始 就是已经开始掉皮了 很快就会出钢丝了 我想因为现在随着我们的思域 尤其是在改了动力了之后 它的速度来的会越来越快 它会更容易接近弯道的一个极限 那么在我们现在 没有去调整车辆轻角的情况下 其实对于轮胎外侧磨损 是非常异常的严重的 所以我们还有 除了这期之外 还有一个涡轮的节目 再撑一级 然后我们马上开始进行 这种各种轻角 竖角的一个调教 下周思域句话 大杀器Spoon的涡轮就要装车了 同时还安排了 阴晋中网器和GT5电脑 来为它服务 我们专门邀请了 本田最乖的新加坡电脑工程师 阿庄来汉完成 FK7的特条程序 涡轮上升后 思域会否能量变形 我们来拭目以待